難臺灣到底有多熱 有網友PO出這張照片 坐在車內手拿原子筆 但筆的形狀很特別 彎曲成月亮一樣的圓弧形 原來這支筆放在車內 高溫曝曬下竟然嚴重變形 這會融化吧 怎麼會彎掉 要有相當的熱度吧 至少要六七十度了 筆是塑膠的原料 然後塑膠它有延展性 如果遇到熱的話 它就會軟軟的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就在17號當天 彈南市外頭氣溫33度 曝曬前原子筆形狀筆直 但經過高溫曝曬後 車內高溫至少五六十度 筆因為材質不耐熱 彎曲成45度如同彎月 網友也留言說 千萬不要放打火機 這筆太Q了 我以為被異化了 除了原子筆 在大陸也曾經發生 鍵盤放在車上後 變成波浪板 那它的熱變形溫度的話 大概都在50度到70度 陽光照射的時候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跟綠汙效應一樣 就像我們在仰藍花的綠汙效應 超過這支塑膠 這是塑膠筆的一個熱變形溫度 玻璃蓄熱增加溫度 就算不在車內也曾經發生過 地磚因為熱帳冷縮隆起 就像在呼吸 受到全球暖化 溫度越來越高 提醒民眾千萬別把打火機 或是行動電源放在車內 以免發生危險 記得從北城城堆王蘇宏告訴我們 我們在車內